hello大家好 我是谢盛惠 你的任性故事机 这个节目开始之前 咱们还是先做一广告 2月26号 这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 我将带队去故宫 咱们游学 这回提前去了一趟 前两天 没想到故宫里头 开放了好多新地 包括有一个特有意思的地方 水晶宫 故宫您都知道 明朝就建立了 按理说里头都是 中国古代的那种建筑 对吧 您也都知道 什么无几 什么的那种顶翅的那种建筑 在整个故宫 那天同行人 我还跟他们说 中国古代 故宫是一个特别独特的 一种建筑群 因为实在是没有 比它规格更高的了 您随便看一个店 档次最低的 是歇山顶 那基本上都是物店 您要说里头能有 什么硬山悬山 那都是极其特别的那种情况 它规格档次太高了 我原来上学的时候 还问我们老师 我们当时有一个 专门教故建的老师 就问他 我当然也开玩笑 老师您说 这故宫是几重院 这老师说你给我出去 我说好嘞 当然跟各位开玩笑 这故宫 这个肯定是很值得去 然后这个故宫里头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建筑 刚才咱说的 就是所谓水晶宫 整个故宫里头 唯一的一个西洋式的建筑 当然了咱们中国古代的东西 西洋式也是中西结合 您就看着吧 那东西就是 感觉就是又土又洋气 有那种西方的那种 立柱式的那种体质 但是上头画的全是 中国古代的那种图案 所以您到那一看 就觉得特别好玩 包括那个店旁边的 那个叫永和宫 现在也开放了 原来都不开 里头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展 到底是什么展呢 您跟我到那去以后 咱们就在那好好给您讲讲 那个展也特别有意思 可以说 那个展展出的是 中国古代皇帝的 千万种死因 都是跟那个展有关系 得了 希望您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 2月26号 咱们在故宫不见不散 这说到故宫 就不得不提清朝 清朝您也都知道 我这都有一标签了 对吧 一录节目就是骂乾隆 前两天出于参加活动 有一网友见上了 呸激动 哎呦 谢老师可见到您了 我告诉你啊 你谢谢 特别感谢你跟我这 骂了半天乾隆 让我对乾隆 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我说得了 那大哥 那冲您这句话 我这个还得把这个 骂乾隆的这个祖传技能啊 给拾起来 这不好久没说了吗 今儿啊 咱再说一个 乾隆朝的惊天答案 一个省 几百名官员 全都被牵连 最后呢 险些啊 不能收场 为什么都 你要按法律 就都得杀了 乾隆皇帝 因此临时修改大清法律 要门着都没人了 这个案子呀 本来那帮官员 说实话隐藏的特好 但是呢 因为一场意外的叛乱 大败天下 这个事呢 发生在乾隆46年 哎 甘肃地区爆发了一个 叫苏43起义 这苏43是人民啊 不是苏43啊 也不是那飞机什么的 这苏43啊 是一个回教徒 他呢 受不了当地这个 回教头那种压迫 带着手下 有一个叫韩二哥的人啊 就遭了反了 这韩二哥 二就是一二的那个二 哥是一个人 两个人的哥 韩二哥 这个你这个很典型 这个真是农民起义 对吧 跟朱冲八那种 感觉是一样的 后来呢 在这个苏43啊 韩二哥 这俩农民大哥的带领之下啊 参加起义的人 那越来越多 冰封直指兰州城 兰州啊 是当时赏干总督衙门的所在地啊 当时这赏干总督叫乐尔锦啊 都吓破胆了 赶紧就向这朝廷求援 呃 乾隆皇帝呢 就派出了心腹大臣 和申啊 就是那个和申 带着十万大军过去镇压去了 叛军人数最多的时候就两三万人 按理说啊 这清军武器装备有优势 人数有优势 应该是长砍瓜切菜一样了 就该就该去平反去 对吧 但是到了前线各种打败仗 说实话啊 这郭呀 还真是和申的 他在前线那是一顿瞎指挥啊 弄着这手下将士人心涣散 后来因为各种事一搅和 和申被撤职了 回京请罪 那您琢磨以和申那性格 他怎么可能自己背锅呢 于是呢 他就给乾隆皇上上了一个请罪车 就说呀 在前线呀 大雨不断 正是因为这个雨天呀 导致大军难以行动 这才让自己失败的 乾隆这皇上啊 凡甭管 之前我怎么骂他 有一点必须得承认 这孙子记性太好了 而且呢 看事情非常宏观 经常能以小见大 乾隆一听 哎 这甘肃大雨不断 就皱了眉了 怎么回事呢 在此之前 甘肃可是连年上报旱灾 从朝廷这儿啊 要走了不少的这个赈灾款 而怎么偏偏到和申这一次出兵 就大雨不断了呢 这里都肯定有事 不过这会儿乾隆啊 也六十多了 当皇上快五十年了 那城府申了去了 一面命令前线继续围剿 一面让当时的军机领班大臣 阿贵在暗中访查甘肃的事 阿贵这一查呀 哎呦 这笔账那就得从七年前 也就是乾隆三十九年开始说了 乾隆三十九年 甘肃啊 恢复了清朝初年的 有一个叫捐奸的制度 所谓捐奸啊 说白了就是花钱买功名 清朝初年为了公共统治 顺便捞点外快 清政府呢 有一制度 您那这老百姓啊 可以给当地捐粮食 哎 用来换这个国子健学习的机会 您在国子健学习 那叫奸生啊 您可以真去学 毕业之后就当官 当然你也可以 呃 就就在当地待着 就不过去了啊 那个有一个奸生的头衔 就有功名啊 对吧 不用纳税啊 不用扶摇义啊 建官不贵啊 这种事啊 那您说这种东西 那里头不可能没有腐败啊 清政府也知道 这里头的弊端 所以呢 到了乾隆时期啊 捐奸这个制度 基本就被废了 不过乾隆39年 有一个叫王胆旺的 甘肃不正使 他就说服了 刚才咱说的这个 闪甘总督罗尔锦 跟这个朝廷请旨 哎呦 您说这 甘肃又穷 灾又多 对吧 如今这个专门 赈灾的这个粮仓都空了 咱不如啊 在甘肃搞捐奸制度 一来呢 能赈灾 二来呢 也给朝廷省点钱 乾隆听说啊 觉得有道理 就答应了 不过他也知道 这肯定会让当地官员贪污啊 所以也明确下旨 绝不能把捐奸 交的粮食变现 王短旺很听话呀 没有把粮食变现 因为他压根就不收粮食 直接收银子 原来规定啊 交43弹粮食 可以换一个奸省 现在呢 规定改了啊 交47辆白银 加上各种手续费 8辆 一共55辆 里外里 这王短旺跟那可赚大了啊 当时的米价是什么呢 一弹米啊 大概是0.6辆白银 43弹呢 您就往多说 30辆 267辆到头了 王短旺这么 他收55辆 这是翻了一番呀 而且这钱收上来 那赈灾是不可能的 这辈子也不可能了 收了这么多钱 王短旺 他一直肯定不能独吞 要不然呢 早被揭发了 于是呢 他就拉动甘肃 全省官员一起干 其他官一看 得反正有钱拿 是不是合了而不为啊 于是这上下几百名官员 就一块上了贼船 人一多 这搜主也就多了 官员呢 为了能够多捞钱 而且也为了安全 干脆想一辙 什么呀 每年咱得提前计划一下 计划下一年的 这个灾祸怎么分配 比如说啊 您这个巡化县 今年报了黄灾 那明天你就报旱灾 对吧 其他县你都听着点 这儿有旱灾 你就别报水灾了 对吧 你报虫了 你报的不对 都会引来朝廷的猜疑 总而言之 这甘肃一省啊 所有官员 集体化身 气象专家 对未来的各种灾祸 精准的预测 从这个乾隆39年到乾隆42年 短短三年的时间 甘肃官员就从民间搜刮了六百多万两百银 同时呢 也向朝廷上报了两万多个奸绳 你每收一个钱 你得有奸绳上去呀 对吧 不过这么一来就有问题了 同一时期啊 户部 中央的户部 一共才向全国招募了一万出头的奸绳 您这甘肃一个省是怎么做到比户部还多的 乾隆也不傻呀 知道这里头肯定有事 于是呢 就派钦差大臣到甘肃查访 之前咱说了啊 乾隆下过旨 您这个粮食不能变县 所以就命令这钦差大臣到了甘肃别的不管啊 直奔粮仓 看那粮仓里头是不是真有粮食 对吧 你要变了县了 粮仓里没粮食 这事不是露馅了吗 钦差大臣呢 也很听话 也很尽职 到了甘肃 一不请客吃饭 二不见客 直奔这个 这个甘肃的粮仓就查 实地一查 好家伙 这甘肃的官仓里头 粮仓的数量比原来都多了 原来可能一百多个 现在三百多个了 而且呢 每一个粮仓的粮食啊 哪都满得往外一样啊 这钦差大臣非常满意 没骗皇上 行了 回京复命吧 与此同时 这王胆望的奏折也到乾隆那了 奏折里说了 哎呀 我们甘肃啊 原来是贫瘠 如今不一样了呀 皇上您这 收复新疆之后 这甘肃百姓跟新疆那边 通商比较频繁 不少人都挣了大钱 虽然这几年啊 老天爷不开眼 这粮食不从地里来的 都是从贸易那来的呀 对吧 正因为 哎呀 皇上您啊 英明神武 才有了甘肃 今天的成绩 我王胆望算个屁啊 要说功劳那都是乾隆皇上您的 乾隆啊 就爱听哲 一顿拍马屁就开始飘 啊 这篇马屁奏折上来以后 嘿 美了 上天了 加奖甘肃上下所有官员 还把王胆望的事迹编成手册 要求全国官员好好够学习学习啊 之后呢 把他调到了浙江 当了巡抚 接任王胆望的官员 叫王廷赞 王廷赞一上任啊 就主动要求学习王胆望的精神啊 检查这个甘肃几年来的账目 这一查傻了 和您这这么大业绩骗来的啊 您这粮仓也是假的 这粮仓里头都是架子 架子上都铺满粮食 钦差来检查的时候 光看福头那层了 以为里头也是满的呢 里外里您给我留下多大一亏空啊 这可怎么弄啊 没招啊 思来讲去 就想啊 跟这个乾隆皇上汇报 没想到 就在这个王廷赞正要汇报的时候 这总督勒尔锦前来拜访 按理说 您这总督是地方最高长官 不可能来拜访下级官员 如今勒尔锦一看 您这这事要让王廷赞捅出去 甘肃谁也活不了啊 赶紧的吧 劝劝他吧 这个勒尔锦就说了这么几层意思 第一啊 这王胆望 刚被加强 您现在弹劾了啊 您觉得咱们爷 乾隆爷这脾气 您这不是让他自己抽嘴巴呢吗 到那会儿 是 王胆望死了 您王廷赞能有好吗 对吧 第二 甘肃上下这么多官员 贪的那最少的 那都得大几千两银子 您这么一报 按这全省官员 按大清律都得杀呀 那到时候甘肃这亏共 谁来填呀 是不是 填不上的话 您说这朝你还能杀人吗 法不责重啊 对吧 那到那会儿 姓村的官员 那都得恨您啊 您这官怎么当 第三 谁跟钱过不去 是不是 说完 兜里拿出一万两银子 您收着啊 跟这个王廷赞就说了 咱们呀 上下一心 这个事啊 爆不了雷 对不对 咱们这P2P还是可以搞 您正为一个盆满钵满 没几年 肯定跟这王廷赞一样 步步高升 最后您这 位积军机大臣 是吧 到那一天 您可别忘了 我在皇帝那多美颜 巴拉巴拉一顿忽悠 这个王廷赞呀 早年是从支县 一步一步干起来的 说实话 围观很清廉 可以说是乾隆朝啊 非常罕见的一个清官 就他当年在那个哪个县 我忘了 就那个县啊 他在临走的时候 还给王廷赞建了一个 叫王公桥 以表彰这个王廷赞 在当地的这种贡献 这老百姓自己花钱建的 起名叫王公桥 现在当地还有这么一个桥 但是你一个人的清廉 面对整个贪污体系 那没辙 而且这清官啊 他是清官不假 那他不傻呀 真跟乾隆这么说啊 那自己死定了 哎对了 我多说一句啊 这里头还有一层啊 是买账本的原因 这也是清朝特有的一个事啊 太复杂 咱们之后单独再说 今儿就不在这展开了 总而言之吧 又过了几年的搜刮 这王廷赞啊 也彻底成了这个贼船上 不可或缺的一根螺丝钉了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那王廷赞很快也要布 这个王南王的后臣 升官发财 可不出意外 意外发生了 这个意外呢 就是咱们一开始说的 那个苏43起义 起义发生之后啊 这个甘肃官员就镇压不力 前龙爷大怒啊 眼看着就要扒这帮甘肃官员的皮啊 所以就派了这个手下得力干将和珅 镇压去了 王廷赞啊 这几年干的是风生水洗 你干的风生水洗 这个不正史 宋二品跟北京啊 有很多联系 其中在北京的街头人 就是和珅 所以呢 这俩人比较关系比较好 私交比较熟 王廷赞呢 就赶紧找和珅了 哎呦 和中堂 那会还不能叫中堂呢啊 何大人您得给我出出主意啊 我怎么能蒙控过关啊 何珅一听这没多大点事啊 他是不知道里头事有多大啊 他以为就这么点事呢 就跟王廷赞说了 哎呀 你想保命啊 贿赂一下皇上就行了 于是呢 这个王廷赞就拿出了四万两银子 还有一封请贵车 一起交给了乾隆 说呀 自己把全部身价都拿出来了 给皇上当军费 乾隆什么人 精明之极啊 你王廷赞 不正史 宋二品 一年养莲银 七千两加上俸禄就七千两多一点 不到一万 您这刚当四年 哪来那么多钱 孝敬我 这肯定贪污了呀 于是就更加坚定 这这个甘肃啊 有事 下圣旨 让这阿贵 无论如何 也得调查清楚 这阿贵啊 在甘肃那太忙了 一边管镇压 是一边查访这个贪污 不过呢 他确实是这个能力很强 到时候咱们在故宫的那个叫军机处那个地方呢 您能看到一个牌子 上次有历任军机大臣的这个名单 其中呢 这个阿贵呀 您就从那个乾隆 乾隆朝看 长期占据着军机大臣的这个位置 而且很长一段时间 在河山之前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这所谓军机首辅大臣 他的故事 他能力怎么强 咱们到这个故宫 咱们再说 把事先说回咱们今天甘肃这个案子 这个阿贵能力强啊 波斯抽检 就把这事给查清楚了 这个案子起因 因为这个捐奸起 所以呢 这个案子也被称为叫甘肃冒阵案 或者说甘肃米案 保守估计啊 这七年来 甘肃上下官员贪污白银 超过一千万两 人人有份 数量巨大 大清律 这个凡是掺贪污超过六十两 战力决 这是当年朱元璋定的 那个大清入官之后 照搬的大名律啊 改了一个名 原来大名律 现在把这名一划 大清律啊 就这么着 这个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啊 那这整个官甘肃啊 就没官了 乾隆皇上呢 就不得不单化生死线 贪污超两万两的 啥头 一万到两万之间的流放 不足一万两的留职查看 就这样 一次性 甘肃杀了五十六个人 两万两以上五十六个人 一万两到两万两流放的 四十六个人 首恶王胆旺 当时人在浙江 但是呢 就地正伐 总督罗尔锦 被刺自禁 王庭赞 原来是秦官 现在完了 这一下 因为这个案子 一下这名声毁了 判了一个绞尖后 总而言之吧 连同这个王胆旺啊 整个这个甘肃冒阵案 追回的这个赃款 将近一千万两白银 但这一千万两 他这追回 那是赃款呀 对吧 应该放还呀 应该发回去呀 或者您说 您拿去赈灾呀 没有 全都进了这个 乾隆爷的内堂 就是他的小腰包 供什么呢 他下次下江南 至于老百姓的死活 乾隆根本就不在乎 这个甘肃冒阵案啊 咱们就基本说完了 说说我对这事的看法啊 这么大的事 您说这个罪魁祸首是谁 首额是谁呢 肯定不是王胆旺 乾隆啊 他在为那点事啊 咱之前聊太多了 什么好面子 好大喜功 对吧 关键他下手还狠 逼得这手下官员 不得不抱团取暖啊 就连王廷赞这种不想上贼船的人 都被绑架了 王廷赞啊 知道自己不能为这个 不能为这点甘肃的破事 尤其还是我前任的事 得罪你乾隆啊 因为你乾隆要脸啊 对吧 我刚嘉奖文这个 王胆旺 您就给我说破了 那我死定了 那我为什么还要说呢 是不是 那你就这么想吧 只要乾隆皇上要脸 那大清国只能越来越乱 乾隆要脸啊 甚至有点变态了 咱们之前 我不知道有一细节 您听没听啊 这又关于和珅的那个事 和珅在前线打了败仗 回来以后 哎 没有受到惩罚啊 反正您都知道 他当时肯定没受惩罚啊 是不是之后这个若干年之后 还成了这个大清的第一大臣 对吧 您换别人 这事早死了 之前咱那期 乾隆十三年那期 说了一个人嘛 乐钦也是前线评判不力啊 回来以后 直接就恶饼刀 他爷爷的刀嘛 恶饼刀就给杀了 那你这和珅这会儿 为什么没死呢 道理很简单 他刚当上户部尚书 他儿子又刚跟乾隆的闺女 结了婚 连了阴 这会儿战败了 那肯定不能杀他呀 是不是 您这个 我现在把这个 我的这个亲家 啊 还有我的这个 这个刚刚提上来的这个人给杀了 那这不是等于抽我乾隆皇上脸吗 步双反将 年底还加了兵部尚书 有这种皇上啊 说实话 大清啊 早该亡 好了 关于这个甘肃冒阵啊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我是谢仁慧 你的人群股书记 我们下期 您的 committed 我们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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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